今天师傅要给这批能站起来行走的左罗马订个提 先用钳子把钉子拔掉就的提铁拿下来 然后再用锤子敲打的刮刀把提提长出来的指甲全部敲掉 再用单刀把中间三角叉的形状和凹槽修出来 基本轮廓就已经修出来了 再用钳子沿提甲边把长出来的指甲剪掉 剪得还挺完整的呢 然后师傅再用搓刀把提甲底部表面搓一搓打磨光滑 这批马一听到搓刀的声音嘴唇就会跟着一起打节拍 另一边师傅再给它打造一副新的提铁 然后再把刚烧好的提铁放在提甲底部量一下看大小是否合适 合适后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这批左罗马又叫汉诺威马来自于德国 身上的马毛又密又短但色泽非常的鲜亮 它们的肩膏一般在1米75左右体重更是达到了1200多斤 最后师傅再用铜钉子把新的提铁固定在马儿的提甲底部 钉子是从侧面出来的不是直接钉在脚掌里的 然后再用钳子把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再用按压钳把钉头压弯 最后用搓刀把钉先打磨光滑以防刮伤马腿 同时他的嘴唇又跟着师傅的节奏一起大节拍了 看这马的站姿还挺优雅的呢 好了最后师傅再把它提甲表面擦上一层护体油 就可以带他回家了